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桂林粉放到水里之后要慢慢给它搅开 搅得过快 它里面会有面粉颗粒 也就是像我们平常所说的 它里面会有结块 这样咱们搅的时候就会越来越难搅 搅至顺滑 像画面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咱们也需要撑二斤三两水 把咱们准备好的水直接倒到锅里面 用大火给它烧开 水开后先把桂林粉搅拌一下 搅拌匀 再边倒边搅 这样会比较细腻 也会比较均匀 如果说直接一下倒进去 水过热 它很快就会凝结成团 它就一下被烫熟了 所以说它里面会有那种条形的块 很不好弄 搅的时候要从底部搅 不要让它有沉淀 烧开后它上面会出现浮沫 要把浮沫给撇掉 撇除浮沫后咱们要把火稍微关小一点 让它保持开的状态就可以 做桂林糕的时候有一个误区 大家都以为是要把它熬成块才可以 其实不是 大家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不是把它熬成块 熬成块就麻烦了 稍微把它熬得稠一点 就可以关火盛出来了 盛出来直接放在外面晾凉 差不多十来分钟左右 它就会慢慢的凝固 就像画面中这样 提前冲点红糖水 放凉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晾好的桂林糕直接切成块 倒进冷好的红糖水里面就可以食用了 熬好的桂林糕入口即化非常的有弹性 大家在做的时候只需要记住 不要把它熬得过于浓稠就可以了 其他地方没有难点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老师如果有什么想说的记得留言 喜欢的老师也别忘了点赞分享 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